怎麼看這個炒作一個短線 還是不是中長線都可以繼續看 當然我想這一刻來講比較短 可能是短期性一點 當然我想整個板塊先去看 先不要說是否責任意媒身上 始終整個板塊近期普遍都是強的 不要說昨天過去的幾天都慢慢是有些回升 其實剛才你也提了一個point 就是煤電亂動這個因素 其實煤電亂動這個東西當然不是新的了 其實都說了很多年 過去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 但是因為慶幸就是煤電亂動 其實除了實際的環境 就是電價煤價的關係之外 其實你都可以說少許解讀為兩個板塊的關係 有些少許很多時候就是當電力股升完一陣之後 就會煤炭股跟著升一些 而之前譬如當電股過去9月10月是有個回落 煤炭股都是跟下的 所以你看到近期當電股強然之後 其實這一陣子就開始動回煤股 其實都有少許這樣的相關性在這裏 還有像剛才你說的一些消息就是 譬如法國偉 因為其實我想過去大家都會很擔心 就是過煤價始終最害怕就是那個禁價 但是雖然我想都一樣太高 一定都會有這個禁價的風險的 但是至少你看到近期法國偉的口風 其實就沒有去到好像前一陣子那麼強烈 反而都是為止 剛才說到 譬如維持一些合理的區間那些水平 也容許有些彈性在這裏 或者容許可能彈一些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對整體煤的版法 這件事是有些有利的推動的 所以近期其實整個版法都是做得好一些 至於當中剛才提到的就是煤煤 其實未來也不是叫煤煤 因為A股其實已經改了名字了 就是叫煤礦能源 正如那個方向就是 剛才Iron說的就是 因為未來的發展崗要 就是為了五大產業 有些所謂高端化的新材料 有新能源 又有所謂高端的裝備 智慧物流 智慧什麼什麼 拉起這些所謂高端的字眼 好像很厲害了 全部都是高端的字眼 還有業務上擴闊了這麼多 不是只做一些煤炭 因為煤炭小內地都是污染的燃料 或者是能源為主 有些新的東西都是向潔淨能源 或者是高端化去走的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那個估值 就是你很明顯變了新的 你用煤炭的估值 和你現在的一些類似新能源估值 又不是這樣計算 所以昨天那個人明顯地在反應這件事 但當然它這個方向是5至10年的 就是做不做到或者做成什麼都要再看 但是我想暫時市場對它都會有些信心 畢竟其實煤炭煤 論規模上說它是大的 又不是那些可能很中小型的公司 無緣無故見到那個人說 他又說那些 那些會比較害怕 但是煤炭煤始終這麼大的規模 如果論那個執行能力上說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憧憬 所以它的升幅會特別大 會不會改強 옷 打賬物 可以選吧